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双方的第四局 好球啊 够准的 常态直接打进要到黑球 斯嘉辉手感不错 而且他是擅长打顺风局的 顺风局只会越打越顺 带老板压力大了 黑球打进蹬起来 还可以啊 还能切 稍微有点少 多走个十公分就舒服得很了 旁边球台西金斯跟小特是2比2 嗯 切电 这个准度你打谁都没问题啊 关键保持住 黄球 嗯 换左手了 左右开弓 打进 这样右上方顶带的这一颗还能切 顶库一库下来 继续要黄球 咖啡球也可以 啊 这个韦德系列赛的15万额外的奖金 肯定是小特的 没有任何悬念 就是韦德系列赛 他赞助英格兰 苏格兰 北爱尔兰和威尔士 然后这四个赛事之外额外有15万英镑给在四个赛事里边得就是积分最高的球员 好 蹬下来 蹬下来 篮球 篮球到位了 滑下来 粉球 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 打完彩球要打一颗红球 好 黑球直接要到 还留有向上角度 可以的 基本上可以看3比1了 再给他蹬起来 点 好 左下方底带还能连接上 现在所有的红球都带开了 一点点来 再给他蹬起来 顶 好 左下方底带还能连接上 现在所有的红球都带开了 点一点来 再处理四套肯定够超分 篮球了 先要右上方顶带 好拉回来 拉回来 黄球 黄球没问题 关键下一竿 这个角度太直了 有一点点向下 有一点点向下不好接的 算是到位了 粉球下方的这一颗 后期散了 好鲜 还不错 最上方的这一颗 好 走到这个位置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就保近了这一颗 钻缝下来 要篮球 篮球打进 刚好抄一分 可以 抄分了 右下底的这一颗红球 直接中高杆推杆就行 好 这局拿下 稍微发力的一个滴杆 一顶篮球 接着要最左下方的这一颗 够准 漂亮 向上角度 上半区的也可以给它顺势处理掉 边库的这一颗还叫到了 直接推 晃带没劲 没劲的话没关系 三笔 到这一颗约 OK fer死灭 这颗红球 感谢 谢谢 记得